刚好在这个框框里面 因为如果我今天我要画一个正方形 刚好在这个框框里面的话 那必须要借由这个辅助线 才会刚好是正方形的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画一个矩形 那矩形点一下之后呢 需要两点 第一点从哪里呢 从这边 这个有个端点 点下去 那往左下拖拉之后的话 到这边又有个端点 再把它点下去 那这两条线呢 就是 多余的嘛 因为它是叫做辅助线 所以可以把它删除掉 删除掉之后呢 在里面再补一个圆 最后我需要怎么样呢 里面再一个圆 对不对 所以里面这个圆呢 我就直接呢 画一个圆 然后中心点 一样在这里 那它的半径是多少 我不知道 所以半径除了说 我可以输入之外 我可以用选的 比如说我可以往上 到哪里呢 到这个 终点的地方 直接终点这个地方 终点若没出来的话 直接有个焦点 我看物件锁点 这边有个终点 把它点下 就会出现终点 终点的地方 把它点下 这样的话呢 就会出现这个圆 就完成这一集 那当然除了说 这个里面画圆 除了用这种方式之外 我们还会用另外一个方式 就是在那个绘图里面 有一个画圆 圆里面 后面会常用到的 除了说用圆 我们因为不知道它的 这个半径 我只知道说它 会跟什么呢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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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边 四边会切 那其实喔 圆只要有切三个边 就可以画出一个圆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用什么 切切切 相切相切 那用这个也可以画出圆 怎么画呢 直接点下去 它会问你三个切边 切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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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圆出来了 好 其实画圆很多方式的 或者是刚刚的方式可不可以 刚刚我们有问过什么 圆 两点可不可以 可以啊 这个终点 对不对 到哪个终点 到这个终点 对不对 对面这一点 也可以画圆 那结果 都是一样的 结果都是 所以画法很多 这里的话 我想你们试试看 把这个图形呢 试着画出来 那比较特殊的 应该是这个 这个要选的六边形 还有就是 这边这个矩形 这个正方形 画的是 极坐标 点下去之后 按右键 45度 就可以 那45度 就会45度出来 另外135度也会出来 就会有个焦点 画面 画面 给各位一下